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一上午的即時攻略 身邊嘉賓請來Arno Arno早安 又早安 提醒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問Arno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84-6566 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財財景台的Facebook 以及Youtube Channel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知道 想問的話都歡迎大家留言 Arno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接著就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指今早就低到91點 現在跌幅擴大 跌幅在223點 步到30,194點 而國企指數跌81點 步在11973點 而大市成交 今天暫時跌到298億元 接著就和Arno說回香港股市的情況 看到市場仍然可以說很難玩 低開之後曾經倒升過 之後又轉跌 曾經跌超過200多點 短期之內 是不是支持位都還看實3萬點的水平呢 都是差不多這些位置 其實今天整體的走勢都是跟著A股走 A股倒升 港股亦都跟著夾上 接著跌下來 現階段你見到上證綜合指數 都反覆試著低位 你是說之前 去到4月份的低位 都仍然試著 上證綜合指數有機會試分3千點 這些心理慣口 同樣地 恆指都順勢試分3萬點 都幾大機會 其實你再看回最主要原因 都是說一些重磅藍籌 好像騰訊 或者那些手機設備股 仍然是弱勢 看回細頭症是非常之弱的 所以短期來說 我想都不會抱太大憧憬 即使今天見到 好像有些相關利好消息 好像平安好醫生 這樣分拆出來 營購反應都見到不差 你看到平保 都只能夠逆市止跌 要大升 好像都是欠缺一些動力 最重要你看回大市的成交金額 仍然是比較低迷的 我想短期來說 又看到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炒上去 雖然港會強大 但我相信只是跟一些 IPO因素有關 實際上未來來說 大家都仍然擔心 息率會持續抽升 因為現金斷美國方面 你看看10年期的國債息率 升到一個接近3厘的水平 其實你看回聯儲局 或者一些利率期貨市場上 美國今年加四次息的機會率 已經上達到40-50%左右 所以現金斷大家的焦點 都是看回加息的優率 所以這個因素仍然是風點因素 還未減取 所以短期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都建議大家審慎一些 特別說今天這樣行 如果短期後市來說 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守不守得找這條短期上升軌 其實這些水平已經在試上升軌 穿了試了30,000點 甚至下降可能29,800 那個機會仍然存在 但是暫時來說 我覺得就先看回30,000點這些關後 因為如果不穿這條短期下降軌 實際上一個短期走勢上面 都是對稱三角形態之內 究竟這個星期期子結算前 是突破三角形 還是繼續在三角形成股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覺得50-50 所以這些位置暫時來說 我覺得最好真的抱過官網態度 剛才Anno你也有提到 說到債息就抽升了 去到差不多三角形成股 記得上次2月跌市的時候 就是關於債息的 來今會不會都可能擔心 債息繼續保持高水平的話 大家都可能有重演2月的情況 大家都要再觀望一點 再小心一點 永遠第一次和第二次有很大分別 所以其實現階段 這個不是一個很主要的風險因素 相對最大的風險因素 暫時來說 仍然是貿易戰相關的憂慮 上個星期說 那1,000 未來之前額外 帳戶增加的關稅名單會出來 最終上個星期見不到 但其實現在消息也在說 這個星期隨時有機會出台 中美貿易戰的磨擦 仍然會存在 但我想同樣地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分別 現階段即使這些消息再出來 影響性就未必真的那麼大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因素 大家都是擔心內地的流動性緊張 A股的走勢仍然是比較弱 特別見到內地股市方面 今天的勢頭其實仍然是相對的偏差 現階段升跌股份比例 都見到有六成以上的股份都是下跌 A股的勢頭那麼弱的情況下 我覺得借勢向下市低位 機會仍然相對的比較大 但整體現階段 暫時我看到勢頭 都是一個上落代表的價格 好 關完大事之後 就想和阿倫說一下手機設備股 因為看到我們今天的跌勢 其實都頗明顯和頗急 有些分析指 又說蘋果的iPhone X 有機會會在今年的停產 還有提到台積電的庫存 也是升至高位 顯示蘋果未有繼續購買 一些iPhone X所需的零件 令到今年停產的消息發酵得更加大 還有摩根士丹利 也將iPhone第二季的銷量 由4000萬部 大幅下調到3400萬部 令到比市場預先預期低了1萬部 令到整個氣氛或氣候都差了 我看到手機設備股 今天都要向下 安樂你會否看得這個版法比較淡 是看得比較淡 實際上論跌勢 也沒有什麼條件看好 當然論基本因素 經常講到現階段的手機零部件 智能手機產品升級 大家都覺得未來的出貨量 未必真的會太過差 甚至你看到今年年初 頭兩個月 順雨光學的出貨量表現 一點都不差 甚至有很強勁的增長在 但其實大家都是擔心未來會有個放緩的情況 持續出現 始終在過去來說 真的有一個很高的增長 基數效應很高 現階段當 蘋果這些高端手機市場上 仍然是轉弱的情況下 這個勢頭未必能夠持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即使未來的基本因素 仍然來向好 即是近期相關的消息 短期的沽壓會相對比較大 始終要留意你蘋果又未出業績 未來正在整體現 都見到手機出貨量 不是理想的話 可能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版塊 其實你說的基本因素 又未必說真的那麼差 特別說好像順雨光學為例 但是始終你要留意它的股價升了那麼多 你又藉著這些消息 借勢調整 機會仍然是大的 而且論技術走勢上面這些位置 都跌穿了很多重要的支持位 所以你說順勢調整 你說跌到市前的低位 再重拾升勢 都有可能在 所以你說有課的這些位置 很老實 2382為例 做好心理準備 就算你打算中長線繼續拿著 可能你仍然會有得升上去 但是短期來說 捱價的機會仍然會相對地比較高 所以我想看短線走勢上面 其實你說跌穿了50天線這些位置之後 就應該要止虧 因為說如果穿了130元 有機會再試分120元 甚至110元 甚至試分年初的100元的位置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所以這些位置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除非你本身打算中長線次 又不斷分子吸納 否則的話 其實你說短期後市的走勢 我覺得都相對比較淡 因為說之前提及到 iPhone X停產的消息 已經傳了出來很久 真的比較亮麗 未來有一個強勁出貨量的表現 我覺得都可能是下半裂 即未來蘋果又出新手機 其他的智能手機 又在產品升級 看到一些新的手機型號 光學鏡頭產品仍然是強勁 才可能會有一個升勢 未來的幾個月出貨量一旦轉跌 即是跟隨其他公司 都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信義光學有一個深一點的調整出現 都不足為奇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 反而大家要小心一點 如果沒有貨的話 Anno你都不建議 不建議這些位置買住 或者等它有一個升勢的時候 試著再慢慢考慮買這隻股份 好了 講完手機設備股之後 就想和Anno說一下中國聯通 因為是暫時表現最好的籃籌股 看到現在升超過4% 博物在10.84元 曾經見過10.96元 看到上星期五收市之後 就公佈了第一季的營運數據 看到首季的純利 達到30億元人民幣 按年差不多升了2.5倍 而期內的收入也上升了8% 而今年首季的4G融貨幣 也增加了1.94億弧果 看到今天一開始已經升超過4% Anno 看第一季的營運數據 是不是也算是表現不錯 純利有2.5倍增長 也是性預期的 但其實你看看第一季 他們阿布的整體增長 其實只有2.6% 也不算是非常強 我想股價上的反應 就是因為真的說了性預期的印象 市場預期本身是非常差 例如兩會提到提速降費 要加大力度 大家都很擔心阿布最終無得勝 現時看到有2.6%的升風 這方面也比市場預期好一點 其實你可以留意 這個4月份 其實說一些電訊股 中聯通也好 中電訊也好 甚至中移動 其實整體而言是跑贏過大使 你說整體而言也有得勝 因為主要原因我相信就是 在兩會即是3月尾那段時間 提速降費這個因素 就真的市場過分地反映 所以現階段只是說情況沒有預期中那麼差 其實你看看就算好像中移動那份業績 都不是說真的比預期中差很多 大致上都符合到預期 配合他們的估值的話 其實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所以我覺得電訊版法現階段 只是說在這個市況反覆市當中 可能會有一定的抗跌力 第一方面特別從這些電話營運上 他們就真的跟貿易截沒有任何關係 第二方面就是在首個業績當中 看到普遍來說都性市場預期 所以可以略為做反彈 但是你在說能夠反彈多少 你在說雖然賺2點幾倍 但始終你要留意聯通的股值 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你在說這份業績 能夠支持到股價升上一點 但是在說會不會有一個很誇張的升幅 這方面仍然會有一個很大的保留空間 所以你看回聯通 暫時來說我覺得可以修復之前大部分的跌幅 但是上到11元這些位置 我預料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在 所以暫時來說有課的 建議繼續向上網 不穿10.3元可以繼續看照 但是看看能不能夠突破11元的阻力位 能夠突破的話 都有條件可以看回12元的水平 但是剛才Anno你也提到 提速降費這件事 其實下半年就會開始實行 會不會今年上半年 可能這個板塊的走勢 都可能持平 或者都會給大家想像中好 但是到下半年 可能就會有一些隱憂 或者一些風險的因素大家要留意 其實提速降費 就是實行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你說下半年 就取消慢油費 不是說取消慢油費 其實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其實大家最關注就是提速降費之餘 究竟是所謂的降費 提速降費 即是說要整體的4G 整體的月費計劃 都會仍然有下跌的勢頭 這方面固然一定直接影響的壓力 但是始終你說4G 整體的月費計劃 跟傳統3G、2G相關的計劃上面 價格差距仍然是大的 而說一些二、三、四線城市 一些在農村地方上面 整體現階段鼓勵他們用4G 所以你看到4G的整體上壓量 是升得非常急的 所以導致到很多電訊公司 最終來講4G上壓量 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現在說4G的滲透率已經升到7成 未來你說這個提速降費的因素 其實中央是希望鼓勵到滲透率 可以去到全部 甚至是說90、100%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的 因為現交段說的4G費用 真的越來越便宜 如果你說這樣推翻上去 其實整體阿姆 大家預料其實是有得性的 所以你說現交段首季業績出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版法又不需要看得太過差 但是你說這個版法真的要有一個很亮麗的聲勢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甚至當市況的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能夠重拾聲勢的時候 其實都有機會跑輸大市 所以這個版法我想只是說短線來講 可以做好一點 好啊 這樣說完了聯通 過完總之手機設備股之後 我們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黃先生等著我們 黃先生早安 你好 軒士 阿朗 你好 這隻貧訊和信義光學 貧訊443.6買了兩手 現在應該要減 現在這樣是不是科技股 好像變了紅豉一樣 要減持一手 還是逐家拿著兩手 低一點才再溝 等什麼位置溝 還有信義光學 什麼位置可以買 每天再等下跌多兩三天才跌到八十元 好啊 黃先生 我們就問一下阿朗 黃先生有兩隻顧分想問的 阿朗 首先我們說一隻騰訊 好嗎 他436.4有貨 有兩手在 想問阿朗 現在應該怎樣處理好呢 是否應該放了一手 好 後低一點再買 還是有其他方法可以提供給黃先生呢 如果你說對於你整體的投資資本來說 即是整體的倉資金上面不算多的話 都可以收一收 但是你說的確要上430元以上 你說他們還未出業績前 都很難看到這個現象出現 說他們5月中會公佈的業績 你說未來公佈業績 仍然距離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出業績前會不會再向下市低位呢 機會大的 我覺得有機會甚至是380元 甚至更低的水平 所以這些位置 減一減榜知識利長先 特別看回你的投資心態 如果你有長線看好騰訊 看好他們的支付概念 遊戲結務等等 長線來說你開一年 可能有機會上 我覺得上去的機會不用 但是如果想著短炒的 純粹看他跌得多 薄反彈 很老實 這些位置不是一個薄反彈的良機 如果你純粹想著短炒 這些位置會建議止廁 先偷回低位才再賣 始終400元這些位置 我想都正式跌穿了 整個勢頭真是弱勢 一個雙頂的格局 非常非常明顯 而看回他一天未出業績前 那個弱勢仍然會持續 你說是不是出現一個紅市 我覺得騰訊的聲勢 的確可能短期來講 或者你說未來一兩季 可能有機會收了 但是你說又是不是真的 說他去到一個紅市的階段 我覺得未至於 但是如果真的看回你投資心態 軟炒的話 這些位置會建議先顧 好 接著黃先生還有問多個股份 就是2320元 剛才也有跟你說到的信與光學 他沒有貨在手 就想問如果想買的話 應該怎樣處理呢 同樣地 這麼多的不明朗因素 出到一些轉世的跡象 可以出來的時候 就不建議去顧底 120元 落到這些水平 值不值得去搏 當然跌了那麼多 可能會有機會有一個反彈 濟透出現 但是你的情況其實跟騰訊一樣 如果未來 你說現在四月尾 去到五月頭 未來公佈 手機出貨量 零部件的出貨量表現 未必真的出現到倒退 但是增長放緩的情況出現的話 股價也會有不少的壓力 所以未來一個關鍵因素 看看出貨量數據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隱憂 就是上個月的出貨量那麼厲害 但是股價也有這樣的表現 其實市場仍然擔心 未來整體的表現上 所以如果一旦未來的數據 未必會有好差的 有一點差池 或者是說01比來有一個放緩 可能上個月看到增長五成 接著未來一個月增長三成 都仍然是強的 但是當放緩趨勢 仍然看到的時候 股價有機會持續調整 你看回圖表走勢 剛剛跌穿條50天 又落到120元 其實如果你說120元 再穿2月份這個橫行區間底部的話 一些重要支持位仍然失售 去到120元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110元 105元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你真的未必建議去撥反彈珠 你說這些位置去鼓底 說風險的人真的很高 我不建議 好啊 明白的 接著聽完黃先生的電話之後 我們聽到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珊 林珊早晨 早晨兩位 早晨 林珊有什麼問題的新聞 南航和南航兩隻都未有過 哪隻勝算高一點 南航和國航是不是 是的 好啊 那就問問Anno 南航和國航兩隻都是中資航空股 林珊沒有放開手 就問問如果想買的話 應該哪一隻勝算會好一點 哪一隻那些 兩隻去選 一定會選一隻國航 因為始終南航近期來說 勢頭真是非常弱 特別你看到技術走勢上面 穿了很多重要支持位 但是中資航空股是否值得去搏反彈 我又保留 第一方面短期後事來說 我自己看油價還可以升 當油價再升上去的時候 對於內地航空股來說 壓力會越來越大 甚至有機會要推出現油付加費 第二方面大家都是擔心 短期來說人民幣有機會繼續貶值 始終大家都是預期美國今年會加四次息 未來美元對人民幣方面 可能仍然會持續升值 這方面對於中資航空股的壓力 會越來越大 所以是否代表轉勢 跌足夠 我又保留 甚至後事來說會再深一點調整 調整得多一兩成 機會都大 所以其實兩隻我都不建議去買 南航現在升上3% 保養7.33% 而國航保養9.55% 升上2.6% 另外再問一些林山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Anno 不要緊 我們再跟Anno繼續談談其他股份 另外今天市場焦點 都可以說是中國平安分拆出來的平安好醫生 看到今天起就會招股 看到發行大約1.6億股 預計雜資金額是87億元 每股的招股價價乎50元至54元左右 日常費大概是5500多元 我想問Anno 如果是 可能剛才仔仔都想問 究竟不能抽到 如果抽到又應該怎樣部署 一手好還是正媽才好 因為看到它其實暫時 跟其他新經濟企業差不多一樣 都是微錄的這個營利 如果是建議大家怎樣部署 其實說平安好醫生 我不會特別提好 甚至都會擔心上市完之後的整體表演 但是說可能是試完一些高位之後 有個股痛壓力在 因為市場暫時都低 對於一些未有盈利前景的股份來說 沒什麼耐性沒什麼信心 但是你看看平安好醫生 值不值得去抽 建議抽的 你說也可以大量的孖箭去抽 你說就算有機會抽不到蝕息 輪值博率我覺得都是博得過 為什麼呢 至於原因就是看他們的 整體分派方式 以及整體股份的發售比例 其實你看一般來說 公開發售可能會佔到 整體股商發售比例的10%左右 而說這隻平安好醫生 你看到他佔比更加仔細 所以你說課源歸邊的情況 很大機會相對比較明顯 所以說今天導致到 平保的股價已經是跑贏大試 再況且你說市況的氣氛 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又不是的 其實你看到都是上落市的格局 幸好我們剛剛做10點半做節目 A股就在低位上面 現階段A股又倒升 始終你這樣上上落落的市況當中 其實你說這些新股 可能有機會成為一些資金追碰的對象 也都見到其實你留意這三天 星期一上星期四星期五 港匯的走勢明顯地轉向 這三天大家都猜聯儲局加息的機會上升 但是港匯都仍然走弱 相信就是有大量的資金 留在這隻平安好醫生上 所以新股方面 我暫時不是建議大家看基本因素 純粹炒貨源貴邊因素 因為你說即使說大量超購 你說回撥 其實都是說正體佔公開發售比例 佔一種的多數 25%左右 都是說貨號過癮的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去抽 我覺得真的沒問題 好 然後看到電話旁邊 都是家庭觀眾等著我們 就是陳生 好像都是想問這隻平安好醫生 是不是你是陳生 你好 陳生 你好 有些甚麼問題想問Arno 想問一問 這些是抽不抽得我 剛剛說的 抽的 但是你都保持著 純粹第一天抽不抽 好像派長那樣的心態 因為你說上完市之後 開市之後的表現 我就不是太理想 但是你說可能有機會 第一天炒貨源貴邊 這些相關的因素也多 因為說雖然這麼大值的 股份很少會出現貨源貴邊 但是最主要是說分派比例 公開發售的整體戰比不大 所以有這個油印在 但是你說上完市之後 會不會現光四等等 機會不小 但是看視況表現 如果你說上上落落 現段視況都是處於上上落落代邊的格局 我覺得有一定的直播率在 好啊 好啊 明白的 Anno 麻煩你 陳先生還有什麼問題想問Anno呢 陳先生還有什麼問題想問Anno呢 我講得聽不清楚 聽起來都聽不明白 說得這麼快 哈哈 喂 是 聽不清楚陳先生 聽不明白不知道在這裡說什麼 不是 抽得過 我純粹覺得真的有機會貨源貴邊 因為雖然大隻 但是公開發售的整體戰比你小的 所以純粹建議短炒的 你說拿著值不值得繼續中長線去投資 我就不建議了 好啊 那說完平安好醫生之後 都跟Anno 說多一點的平保 因為平安好醫生都是由平保分擦出來的 見到今天股價其實都可以逆市下穩 現在都升降了1% 報應82.1% 接下來這個消息分擦 可能打動到平保的走勢 會不會到它上市的時候 令到平保股價可以再升一陣呢 今天都逆市做好了 我想短期來說可能有機會有得升 是 始終都是在上上落落的市況當中 其實論平安好醫生正確認過分擦市值 比市場預期更高 所以對股價來說會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你說始終在平保方面 除了說這些互聯網金融的分擦概念之外 但是如果你論到業務上的內險股 其實你說第一季的業績 我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始終看回頭三個月 他們的新業務價值增長出現倒退的情況 這方面挺令人失望的 所以你說平保 即使短期後市有得提升 我都是看到84元左右這些位置 即是預料50天線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好啊 我看到平保現在正在升0.8% 比起82.2元 三天之後就會公佈業績 接著想和安隆說國壽 因為同樣都在三天之後就會公佈業績 看到他今天發了一個型起 就說第一季的純利證利潤 公司股東的正利潤 會按年增加大約67億元 或者去到67億元 至到79億元 看到他的股價今天仍然是沒有升跌 佈在21.75元 也想問問安隆 發了迎起的國壽 會不會可以太過線呢 因為之前他的股價其實都相對正弱 其實他的股價其實也會跌得很急 其實在現時看到國壽的股價都升不上 你說投資價值我覺得不是很高 我不會建議大家因為出了盈起這個因素去買 因為始終在盈起方面 都是受到一些減撥秘相關的因素所帶動 出現業績之後 適時看到有一個盈利增長 但是如果你說新業務價值的增長放緩 甚至他們繼續損失市場佔有率的話 股價仍然會有壓力在 但是相比其他內險庫 國壽的確的股價相對比較低差 所以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調整空間 所以相對地其實很多內險庫 現階段我覺得不建議沾手 就算好像平保短期來說反彈到84元 後市的看法仍然比較偏淡 有機會跌穿80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但是相對地國壽 我覺得短期後市來說 反而會有一定的抗跌力在 所以如果有貨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穿20元 會建議繼續加轉 但是你看回圖表勢頭上面 的確會相對比較弱 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可能橫行在22元至20元的區間 看看今天能否借助盈起相關消息 以及市況配合上22元樓上 如果上22元樓上 借助勢 我覺得有機會見到50天線 看看22.7、22.6這些水平 好 接著想和Anno打一打Facebook問題 有朋友問1169 就是可以電器 他又沒有說又沒有放在手 可能他也是想問Anno 怎樣看這股份的前景呢 看到現在跌1% 佈在26.1毫 跌3毫 怎樣看可以電器這股份呢 其實它的股價已經是相對地表現靠穩 我想你看回近期跌下去 但是內地A股方面 很多家電股近期來開氣 所以股价的走势方面 我又不會看得特別負面 但如果你看到圖表勢頭上 由於股價之前已經不是跌得多 近期跌穿50天線 這些位置就小心一點 去買,其實剛剛穿50天線這些時候 通常不會建議別人買 因為穿了這些位置後 26元這些位置穿賣 可能順勢調整到24元 機會仍然是大 所以暫時建議先抱觀望態度 看看能否守得住26元這些水平 可以守得住 我又覺得可以看好一點 但不建議買 先抱觀望態度 除非股價真的上27.5元 即10天、20天、50天線路上 否則暫時說 都是上落特別區間 即是落到24元這些位置 才會建議博反彈 好,接著我們回答一個WhatsApp問題 有朋友問3.6元中石化 他說上星期7.6元買入了 就想問你前景點 今年年尾會不會有機會上到8元 而且息率有8厘 是否可以長渣呢 它的息率8厘 是因為上年有派特別息 這些相關的因素 其實公司沒有可能長期 說派息比率至於100%樓上 但中石化當然大家看看 未來也有分岔概念 也說未來派息的水平 即使沒有特別息 派息比率或者股股息率 會相對地較高 我想7.6元短期來說 你都要捱價 甚至股價有機會下7元這些水平 因為油價有機會從高位調整 但是油股 你說中線投資方面 仍然會有一定吸引力在 所以看你打算短炒 還是中場線路來收息 中場線路來收息 沒有問題 繼續拿著 有機會望回8元樓上 但如果打算短炒的話 這些位置可以考慮止節 其實7元這些位置有機會去買飯 好 看到你現在3.6元 就在報7.3元 跌近2% 提提家庭觀眾 3天之後就會公佈業績 至於其他油股 今天也要跟隨大市向 好像8.57元 中石油 現在跌近1% 報5.82元 至於中海油 883元 現在報12.78元 跌近1% 好 麻煩你阿諾你的場上分析 解答了那麼多家庭觀眾朋友仔的問題 也跟你申報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好 麻煩你了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